欢迎来到重新迪利热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利热巴入围印度演员讲当属电视剧流量女王 新疆四美之一的迪利热巴 颜值出众 是中国电视剧流量女王 而她的艳名 更是冲出国际 被日本网民封为中国第一美女 迪利热巴于2018年获精英女神奖后 虽然演技受到质疑 但人气依然高企 三年多来一直聚接聚 且更红到外地 最近她获印度影视大奖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wards 2022提名 入为全球最佳女演员奖 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女演员 意义非凡 意味着她已成功走向国际 而以往她一层的过海外奖项 包括去年评估装剧 长歌行获得第16届首尔 国际电视节优秀电视剧 及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最近迪利热巴早前的两场直播 连续两天登上泰国热搜榜外 其中与军出相识 和恰似固人归一经上线 就火速登上播出平台排行榜第一位 可是近日有则迪利热巴的胸毛话题 在冲上中国网络平台的热搜 是原有粉丝上载她出席活动时的低胸照片 发现她胸前残存不少体毛 被网民谈论 热巴毛发这么旺盛吗 还留言问 是不是替不干净 双引号 她入行以来参演过多部剧集 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她不时会透过社交网与粉丝互动 分享生活 近日就晒出几张自己享受采草莓乐趣的照片 曝光了她白到发光的原因 迪利热巴早前出发去农场摘草莓 从她分享的照片可见 当时天气晴朗 她为了不晒到太阳全副武装 身穿米灰色运动套装 戴住帽子 身材全都包紧紧 还戴住口罩将小脸几乎全都挡住了 可以说是防晒最佳示范 她还拿着一大蓝采满的草莓合影 看起来玩得十分尽兴 即使迪利热巴采取无死角防晒 把好身材和脸蛋都遮挡起来 但能看到女神享受日常的模样 粉丝还是很开心 纷纷留言喊话 老婆来营业了 老婆我也要吃 迪利热巴比草莓甜 搭配草莓一起甜甜 甜甜的热巴谁会不爱 双引号 21岁王源好友少年感 穿牛仔外套演绎夏日男友风 太好看了 王源是大家都熟悉的年轻艺人 作为TFBOYS组合成员之一 他的形象和气质都让人非常治愈 笑起来有一种妥妥的少年感 在三小之当中 易阳千玺自带英气 王俊凯很像漫画里走出来的男孩子 而王源笑起来好甜 很像名家大男孩 亲和力十足 不知不觉这个团体里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 再一次看到王源的写真 他已经是一个21岁的大小伙子了 穿着牛仔套装拍大片 举手投足之间尽显难有力 在这个盛夏时节 王源浑身上下散发着迷人的气质 每一个眼神都流露出清新活力之感 大概是见惯了娱乐圈的复杂面孔 王源身上这种崇敬的特质 反而更容易吸引网友的目光 他像一张干净的白纸 没有被世俗污染 眼神清澈 举止清爽 那种无法复制的少年感让人上透 21岁的王源逐渐长成大男孩了 穿着牛仔外套好阳光 感觉可以当壁纸了 侧颜下的王源鼻梁高挺 五官精致 线条清晰 蹲在落地窗前 一股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王源这组夏日男友风血真拍得太有氛围感了 昔日的小男孩变成了翩翩少年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这个年纪的王源有一种莫名的帅气 以前在镜头前看到的王源都是比较憨憨可爱的一面 时而在舞台上耍酷 时而在节目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如今的王源已经变成了夏日清新版男友 阳光 温柔 治愈 温暖 不知道以后的王源会不会变成一位十足的淡暖男呢 拍起血真来 王源太会拿捏情绪了 只见他站在楼梯上仰望天空 摄影师站在一旁驻足拍摄 这一幕颇有画面感 皱眉的王源像是被束缚在牢笼里的猛兽 仰望天空向往自由 试图冲破牢笼 打破一切规则 少年的脸上写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与愤怒 侧眼下的王源也是十分好看 五官线条轮廓清晰 没有浓妆艳抹 没有夸张艳丽的造型 就是这样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形象就已经让人喜欢到不行 看来造型师很懂王源身上的气质 总会在发型 服装上下足功夫 很难不让人心动 除了当歌手以外 这些年王源也在影视剧领域颇有想法 与郭京飞 任敏合作的新剧灿烂 灿烂 也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作品 这部剧讲述了老师与一群性格迥异的学生之间 如何追求梦想的故事 很明显郭京飞就是那位老师 王源和任敏就是他的学生们 王源在这部戏里饰演一位学生 从长相和气质来说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 因为经历了一场变故 从昔日的少年成了沉默寡言的男孩子 奇怪的是 王源身上似乎就有这两种气质 在阳光与清冷之间随意切换 两种风格都能轻松驾驭 又是被王源惊艳的一天 这位夏日男友风格的大男孩太上头了 你喜欢这样的王源吗 欢迎留言讨论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